第二章 胸腔 或许你会觉得讶异 为什么在一本叫做《内脏松垂术》的书里 会提到肺脏与纵隔腔 你会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一般人都认为 我们顶多只能处诊到内膜腔 然而 只有牵拉 被动性动作与强化法 还是可以处诊并影响纵隔腔与内膜的功能性变化 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要强调 相对其他器官来说 肺脏还是比较不好处理 因此 我们会建议处学者不妨从腹腔器官着手 我们会将胸肺区排在第一章 纯粹是方便读者可以由上而下 依序学习 事实上 整个内脏松垂术的研究也是从胸腔开始的 我们有不少肺脊盒解冻过气胸手术的患者 目前的潮流都是以气胸手术来促进肺脊盒患者 肺部食指区的复原 这种手术有不少副作用 包括严重的结痂 疤痕 坚质性 肺纤维化 类膜粘连 除此之外 肺通气量也会因为纵隔腔扩张而受到影响 甚至连胸椎也经常受到牵连 这样的结果又证实了我们一再强调的机制 一个小问题被重复刺激后 就会产生病理性的变化 临床经验告诉我们 很多脊柱侧弯都是受到纵隔腔与肺脏功能失常影响 从这期观察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当连接或附着到胸腔的结构产生病变时 不论是轻微或是严重 都足以导致这些结构的能动率或圆动率发生变化 尤其是这些律动的轴向 胸腔的前界是胸骨 外界是肋骨架 后界只有脊椎 追上界与下界分别由两个横格系统所包封闭 上横格由肌肩膜系统与内膜顶的旋刃弹系统所构成 下横格由横格肌构成 胸腔被纵格分成左右两个肺腔 胸腔只有两种关联方式 与上下两个横格以及胸阔的肌肉骨骼结构产生联系 这份过度清晰的正面表列清单显然没什么用处 反倒是负面表列清单才大有文章 其重点在于胸阔的所有结构不论是关节 韧带 肌肉 都会影响内部器官的能动率与圆动率 而非只有骨骼关节性结构才会影响内部器官的功能 胸腔的上下边界由不同方式加以封闭 下边界由横格全权负责 横格本身只有几个孔洞作为上下结构的通道 分别为主动脉裂孔 下降静脉孔 十道裂孔 以及一些附属的小通道 主动脉在T12的前方偏左处通过横格 主动脉裂孔是一种低纤维性通道 它由于一个富含肌纤维的拱门构成了所谓的横格角 下降静脉孔在T8的高度通过横格 它也仅仅连在主动脉裂孔附近 十道裂孔在T10的高度通过横格 它的位置是在主动脉的前方偏左处 弥走神经也从此孔通过 主动脉裂孔周边的血管非常发达 从解剖关联就已推断出并发生的位置与类型 例如横格收缩所产生的动作对主动脉影响不大 但属于横格非常有力 它就像一个帮扶的一样可以帮助循环挥流心脏 而且在正常情形下不会产生任何的受限效应 但是由于食道与横格之间有节气组织相连 所以当横格高张力时会对肠胃道产生影响 上横格就小得多了 它是由肌肉韧带纤维所构成 则由纵格相折成左右两个小横格 上方开口则朝向颈椎区 这个开口区又称为胸阔入口 但少数人则称之为胸阔出口 这个开口区是一个解剖上的弱点 许多上肢症状的病因都跟其有关 整体来说 所有连接到第一肋骨锁骨与T1的软组织 构成了整个上横格 其中最重要的就属肋膜顶的玄韧带系统 二 脏肢关节 胸腔由纵格一分为二 纵格腔内含心脏 气管 食道 与迷走神经 胸腔与相邻的结构之间 有两个僵膜系统构成滑动平面 这两种系统分别为 内膜 肺脏表面与心胞膜 包覆心脏 一 内膜 内膜也就是脏膜的僵膜层系统 由两层膜构成 脏内膜包覆着整个肺脏 臂内膜则内置于整个肺脏壁面 如同所有的僵膜系统一样 在这两层之间存在着少量的润滑性僵液 肺脏永远占据着肺脏内的每一寸空间 呼吸运动时 由于肺脏内部有些地方动得多 有些地方动得少 因此整个肺脏就不会出现 一致性的膨胀或缩小 请注意肺本身并不具有 主动扩张或缩小的能力 它的张缩是由胸扩的扩大和缩小所引起的 而胸扩的扩大和缩小 又是由呼吸机的收缩和舒张 配合身体内外的压力差所导致 肺脏分为树叶 这些肺叶是由很深的肺裂加以区隔 这些肺裂的外层贴附着脏内膜 也就是这层脏内膜 肺叶之间才能够相互地滑动 这种滑动对能动力来说非常重要 构成脏内膜的组成包括 肩皮细胞 一层胶原蛋白纤维 与一层弹力纤维 脏内膜与肺脏之间的粘合并不紧密 相反的 壁类膜与相邻组织间的粘合就非常紧密 壁类膜纤维的分布情形 在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 例如在内阔与心胞膜区 就以胶原蛋白纤维较多 弹力纤维 就在横河区较多 在横河与内间区 上方则布满了淋巴管 壁类膜属通透膜 所以它可以从内膜间隙之间 吸收空气与体液 内膜一般分为四个区域 内骨内膜 纵阁内膜 横阁内膜 内膜顶 内骨内膜紧密地连接到内骨 内脊勾 内骨与胸内肌 由于来自外部 如二一与其他内骨的压迫力量很大 所以会在肺表面形成切剂 纵阁内膜与纵阁腔腔 贴合成一体 范围从前面的胸骨到后方的脊椎 内骨内膜从纵阁内膜形成 所谓的内纵阁引窝 包覆纵阁腔的臂内膜被肺根穿过 纵阁内膜一前一后 往下延伸到横阁形成的肺人带 横阁内膜与横阁紧密贴合 并将之全部包覆 横阁内膜与内骨内膜也形成一组引窝 称为内横膜引窝 它的大小和形状 会随着呼吸状态而改变 内膜顶覆盖在肺部上方 在此可以找到B内膜 这些B内膜被纤维性小激素所强化 这些小激素聚集起来 就是所谓的旋刃带的主要功能 就是将内膜顶固定在胸口入口处 二 心包膜 主要由纤维性心包膜与僵液性心包膜构成 而前者是一种纤维性的囊带状构造 而后者则属于僵膜层组织 心包膜包覆着体内最强壮的肌肉 由于它的存在 让我们无法以处诊方式去感受治疗心脏 要是心脏诚意为心包炎 心肌梗塞或其他疾病 留下疤痕组织 我们就可以触诊到这些斑痕组织 但是心跳是如此强的 所以要听得清楚并不容易 这种感觉有点像肺部在呼吸过程中的律动 但与之相比又强大的许多 因此我们还是可以触诊到 纤维性心包腺凹 因此我们可以很快地检查一下心包 以及心包与肺之间的关系 僵液性心包膜也是分为 壁层与脏层 这两层所围绕中间起来的空间就是心包腔 心包腔内部一样有僵液 让壁层与脏层之间可以互相滑动 壁层直接与纤维性心包膜粘合在一起 脏层则一路从下方到主动脉门 包裹着心脏 壁层与脏层在主动脉门处交汇在一起 由此由外而内的顺序为 纤维性心包膜 僵液性心包膜壁层 僵液性心包膜脏层 纤维性心包膜非常厚 事实上它是僵液性心包膜的壁层 它是由许多焦错的胶原蛋白纤维构成 其功能就是避免心脏被过度扩张 心脏被许多韧带固定在骨架上 而这些韧带本身也直接相入纤维性心包膜内 3. 肺脏 肺脏利用各种组织与物理现象 连接到周边结构 这些包括 吸附系统旋韧带 肺韧带 与肺膜肩韧带 吸附系统是由胸腔内的肤压所造成 这个作用会让肺组织被吸附且平贴在胸腔内壁 吸附效应存在于肺脏周围 此作用可以让胸腔扩张 旋韧带由小细脚肌纤维 有时会与前内脚肌的纤维混编在一起 加上纤维性的小激素所构成 它的功能是将肺膜顶连接到骨架上 实际上这些韧带并没有直接连接到壁类膜 而是连接到胸阔内筋膜 这个筋膜形成一个结极组织圆顶 在这个筋膜圆顶 与其他韧带形成一个隔板 这个隔板紧密连接到周边骨架 又称为颈胸纤维格 生理呼吸活动时 颈胸纤维格连接于肺上液与颈胸交接处 一般认为 肺刃带由肺门下方 两层回反的肋膜所急速而成 也就是一种肋膜回反褶皱 事实上 这个褶皱并没有连到肺门 而是往下一直连到横阁 整个来说 这些来回交叉的肋膜 就像一个网球拍的结构 球拍网的部分 包覆了肺门的前方 后面与上方 手把的部分就是肺刃带 肺刃带则连接至胸腔 就像是肠细膜连到腹腔一般 肺刃带最后也会与肠细膜汇聚在一起 左右肺脏之间则有肋膜间刃带相连 这是由两边的肺齐叶盲管所连接而成 心脏 如同肺脏一样 心脏也是借由吸附系统与刃带系统 连接到周边结构 吸附系统的作用方式与肺脏一样 整个心胞膜系统由外而内顺序为 纤维性心胞膜 僵液性心胞膜B层 僵液性心胞膜脏层 中间的B层就是纤维性心胞膜 与纤维性心胞膜的内衬 从心脏外围来看就是 纤维性心胞膜的内侧面 与僵液性心胞膜B层贴合 其外侧面与纵格内膜相连 整个心脏就是由心胞膜与正格内膜 这两层僵膜层所包覆 心脏由以下韧带固定至周边结构上 前上方胸骨心胞上韧带 后上方脊心胞韧带 前下方胸骨心胞下韧带 左侧右侧 左右横格心胞韧带 下方前横格心胞韧带 由尚可知心脏移人带朝不同方向 连接到周边结构 但外侧呢 心脏与外侧骨架之间 的确没有上述的骨质连接 这个工作是由肺脏与内膜取代 由于肺脏本身可以膨胀 因此可以产生一个向内挤压的力量 将心脏固定在原位 犹如可膨胀的填充物 评估与治疗肺脏时 手要放在哪里 行脏解剖学让我们从体表去定位 内部的器官是什么 在那里 从胸骨与左侧乳头 各画一条垂直线 并将中间分为 内、中、外三个部分 其中外侧三分之一肺占具 中间三分之一是类格斗 内侧三分之一才是心脏 这只是个简单的画法 不要给解剖学家看到 他们会傻眼的 但这样的区分大概就够我们用了 这三者都有斗、枪、引窩之一 但用法还是有些差别 作者有时会交替使用 一、支气管 支气管分叉是非常重要的参考点 从后方来看 则是约在T45的高度 从前方来看 在胸骨甲与胸骨脚的高度 支气管则是朝下、外、后的合力方向前进 右侧支气管下斜的角度比左侧大 由于右肺的牵引力量较大 所以气管分叉、偏移中线 稍微往右靠 右侧的支气管较短 但是较粗 左支气管往上、外侧凹陷 二、肺 重要的解剖参考点包括肺上界与肺下界 内横隔引窩 后左纵格斗 夜间裂与肺门 内膜顶高于胸口最高点上方几公分处 此处是由I1、C7与T1构成 内膜顶是胸膜区唯一能被处诊到的地方 肺下界 在呼吸中段从后方来看 约在穿过T11上缘的水平线上 从前面来看 右肺下界是从D6类 软骨关节 R6内侧往下外侧 延伸通过夜中线与R8交界点 从后面来看 斜裂的位置是从T4开始 往下斜行 经过R6与锁骨中线的交叉点 从正前方观察右肺 右肺下界的零线 从胸骨柄下段开始 一路往下外侧走 中间有一段往上凹 最后来到夜中线与R8交界点 内坑格引窝与右肺 借在同一个地方 但是它的棱线更往下斜 通过夜线与R9的交叉点 斜线从外侧沿着R6往中线前进 水平列最外侧 写至斜列 夜前线与R6交叉点 再沿着R4往内延伸至 内软骨 从正前方看 左肺与肺横格引窝的 棱线 这一支胸骨与第四类间隙 再往下外侧延伸 过程中蓬大的心脏 让这个棱线产生一个 往内后方凹的曲线 通过此段后棱线就垂直往下走 直到第六与第七类软骨 一左一右的内横格引窝 都是几次内纵格引窝的下缘 再分别往外延伸 通过前夜线与R10的交叉点 再往后绕终点在第十二类椎关节 三 心脏 在正常的胸阔结构中 心脏的区域约成四边形 上方两个角落分别在胸骨的两侧 离胸骨左右各两公分 右下角在第六类间隙 与胸骨相接触 左下角通常在第六类间隙 约在左侧乳头的下内侧 二 生理律动 一 能动力 一 肺脏 肺脏处于永不停歇的律动中 它的原动力来自于肺呼吸动作 所谓显著的生理律动 骨壳系统与原动力的驱动 我们已经在第三十二页介绍过吸附作用 这个作用让肺平结于肋膜 并与之产生滑动 肺与胸阔有紧密的互动关系 左右肺各自跟随着 同侧的胸阔一起运作着 很显然的 肺本身并不会产生大纵度的位移 而所谓胸阔运动 则是胸阔依据特定轴向 朝相同的方向运动 我们来检视一下 用力吸气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这个用力 只是将原来的吸气动作 稍微放大一下罢了 左右胸阔的体积增加 接着肺语肋膜也跟着扩大 这种体积的增加 可能是胸阔内柔软结构 被松开锁致 最后横阁与横阁肋膜下降 肋阔朝前外侧扩张 而肋胸膜也随之而动 于是由于横阁下降 与肋阔区的扩张 整个胸阔就扩大了 肺也跟着扩张 但此时 肋膜纵隔壁是固定不动的 再看胸阔的上横阁 由于这部分是一处 强韧的纤维性结构 因此吸气时 肋膜顶是固定的 此处的固定作用非常重要 唯有如此 整个胸阔才会被牵拉开 上横阁固定 下横阁往下拉 这意味着整个肺部 收治于两个相反方向的 牵拉力量 以及尽管轴向相同 但是将物体往某个方向的牵引时 必定会伴随产生 另一个反方向牵引 如图2-7所示 肺部扩张时 影响外侧肋膜的力 简称为F 相对的 内侧的综合腔内膜 内膜综合B 也会产生一个张力 简称为T T的作用就是防止 肺部过度地向外侧膨胀 内侧张力T 是由肺韧带所产生 主要用来抗衡肺部 向外扩张的力量F 用来抗衡 横阁向下扩张的力F 则是由内膜顶向方 玄韧带所产生的张力T 来担任 整个胸扩的扩张动作是所有肋椎关节结构 胸椎与成对的肋骨动作的总和 吸气过程中 两边肺脏会沿着一组运动轴向 产生旋转动作 这些轴向分别通过肋椎关节 与肋横图关节 请注意 此轴向在上面几节肋骨区域 几乎成冠状面走向 但在下面几节肋骨 则几乎成始状面走向 至于轴向改变 主要受到横图关节面的方向 变化有关 由上而下 逐渐从冠状面 走向变成始状面 吸气时 前几节肋骨 R1至R5 会做出向帮扶把手的动作 会让肋阔前方与胸骨往上方抬高 后几节肋骨R6至R10 会做出向水桶把手的动作 让这几节肋骨往上抬高 吸气时发生的动作 还包含肋骨沿着垂直肘 所呈现的水平方向旋转动作 这个旋转动作在作用力 吸气时特别明显 但一般吸气动作时 就呈现静止状态 就大部分的肋椎关节联合 脊椎与肋骨的组合来说 这个垂直轴通过一个想象的圆弧中心 而这个圆圈是由每条肋骨后方 弧形区段所描画出来的 每个肋骨会围成一个近似卵圆形的圆 事实上 若将这个卵圆以切线方式延伸 会得到一个带有两个中心点的卵圆形 如此看来 左右胸库各有一个位于后方中心点 并共同拥有一个位于前方中心点 用力吸气时 每个肋骨会沿着后中心点 做向外旋转的动作 大部分肋骨的动作 会增加同侧胸口的直径 而在肋骨座外旋与扩张动作时 肺的体积会跟着增加 事实上 肋骨弧线曲度往后外方伸展程度 所代表的正是纵隔腔 内膜与同侧的胸扩的扩张情形 肺脏的内侧固定在纵隔腔 因此在吸气过程中 是以后中心点为轴 背往外迁拉 就肺部来说 上页的中心点是肺间支气管 其余部分的中心点 则是下页的支气管束 整个支气管束的分布姿态 是符合逻辑的 因为这样的分布 可以避免肺部在呼吸动作时 被拉向四面八方 肺扩张时 最大的运动方向 对上面几节肋骨来说 R1至R5是朝前 对下面几节肋骨 R6至R10则是朝两侧 从能动率来看 右肺中页的运动方向 与上页相同 就两侧的肺下液来说 支气管束 都是以倾斜方式 朝后外侧延伸 吸气时 肺部沿着垂直轴 做外旋动作 请注意 左侧支气管下斜角度 不若右支气管这么大 这种轴向的改变 并不会对运动方向 造成太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综合扭力 会被被食指的弹力 与肺肋的滑动结果 所抵消 总结吸气时 肺能动过程如下 对上半部肺来说 肺实质以垂直轴为中心 做外旋动作 对下半部肺来说 旋转轴向 呈下外侧走向 肺部扩张是可能的 然而 那是因为肺韧带 左支气管 将脏肋膜固定在纵壳腔 与肺韧带 将肋膜顶固定在顶端 将肺固定住 让胸膜扩张 肩拉肺部所致 二 纵阁 整个纵阁是由心脏 与浴堆输送血液 空气 水分 与食物的管线 所构成 纵阁外侧 与两组成始状面 走向的 纵阁类膜相连 前方连接到胸骨 后方 则连接到脊椎 在此我们将先介绍心脏能动率 再介绍纵阁能动率 心跳是自律神经系统中最频繁一种 滤动 每天约十万次 除了震动之外 我们并没有侦测到 有任何源自心脏帮扶动作 所产生的震波作用到胸腔内脏 心脏的震动会传递到相邻的内脏 再借由动脉脉搏传播到所有结构 心脏会做出强力的扭转动作 传递到周边的吸震系统 从内而外 分别为 僵液性心包膜 双层结构 提供滑动作用 鲜眉性心包膜 鲜眉性套带 避免心脏过度扩大 纵阁内膜 外色的肺压 吸气过程中 肺的韧带与初级支气管 会产生一个等长收缩的力量 让肺不会过度外移 以右肺扩张的力量 F1来说 就会被内部这个等长收缩张力 T1所对抗 来自右肺脏层内膜处的肺韧带 与初级支气管所产生 锁肺也是一样 我们称之为F2与T2 T1与T2大小相同 但方向相反 故相互抵消 肺膜均韧带 将纵阁左右两边的B肺膜 连接在一起 肺膜均韧带 也是主动脉与食管的引窩 F1会横跃整个纵腔 与F2相互平衡 这两者应随时维持在稳定状态 吸气时横壳会下降 这会使得横壳中心点 对内脏产生影响 结果压力差的作用 横壳会将肺骨往外抬高 但实际上没这么简单 横壳中心点 当然会影响内脏 但是纵阁的垂直性张力 会干扰或减损这种效果 为了让内脏被横壳 加以挤压或提拉 横壳必须被悬吊在纵阁上 你认为横壳心包韧带的存在 是用来固定心脏 让它卡在原位不动吗 当然不是 当横壳下降时 这些韧带会很快地固定 横壳中心点 而非固定心脏 横壳与纵阁所产生的张力 非常重要 它能让横壳 绕着这些点 而运动 对于影响脏气来说 这些原子横壳与纵阁的张力 比肌肉所产生的压力 更为重要 2.原动率 1.肺 我们认为 原动现象 与胚胎发展 有密切的关联 我们的理由之一就是 肺部原动循环的过程 正是 寻技胎儿发展时期 肺部的位移路径 在所有的重要器官中 肺是最晚出现 时间大约在第二个月的末期 从此之后就快速成长 肺一开始的位置 在身体后方 随着逐渐成长 慢慢地往前移到 心脏两侧 出生后 由于空气的灌入而膨胀 于是肺部前面部位 就全部挤到身体前方 同样的 肺的原动率 就像是中摆运动 方向是由后向前移动 一般来说 肺的原动率 与能动率完全相同 以及肺上液的轴向 是垂直的 肺下液的部分 则呈倾斜状 从外下方延伸 右肺部分中液与上液 都是以垂直轴 产生同向运动 这些轴向 也与内部结构 气管术的走向相同 在处诊时 就可以发现这种一致性 那就是左侧支气管的 倾斜程度 不如右侧那么大 肺的原动率如下 膨胀期做外旋动作 消退期则朝着身体中线 回原来的位置 由于心跳的强力干扰 我们无法处诊到 心脏的原动率 但还是可以处诊到 纵隔的原动率 纵隔的律动 似乎与胸骨的位移方向相同 心脏是被定住不动的 纵隔上半部 与胸骨在膨胀期 会往前下方转动 在消退期 朝后上方转动 三 胸腔评估的适用范围 胸腔内脏是否需要治疗 得根据正确的诊断 唯有正确的诊断 才能引导治疗病人解决 隐藏于疾病背后的病理因素 要判断胸腔内脏 是否与其他问题有关时 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除了心脏外 胸腔内脏 肺并不容易产生疼痛 除非病患同时有呕吐 或胃食道逆流 否则胸腔很少有疼痛的情形发生 透过了解病史与详细检查 才能帮助我们决定 是否要针对肺与纵隔 加以治疗 最常见的适应症如下 有关肺病与内膜的所有后遗症 禁闭神经痛 颈部上背与内肩神经痛 肝胆问题 很显然 肺部病理现象 会引发广泛性的问题 能动率或原动率失常 会对在其他组织上 形成异常的张力或回缩效应 引发各种功能障碍 是否需检查胸腔内脏 有其适应症状 但这些症状 有时候找得到 有时候走无 若在胸腔内找不到 重大或明显的受限时 要试着从其他地方找病因 就如 肺部病理 我们绝不会说 所有的胃炎一定是因为 肺时治缺乏弹性所致 但有时候 因果关系就是这样 4.评估 1.病史 正确的诊断 能够帮助我们判断 是否有能力 帮助眼前的患者 而掌握病史 正是建构 与确立诊断的重要工具 若治疗者没有适当 可靠的方法 来了解病患的问题 那么询问病史 就是重要的评估工作 有趣的是 对于具有处诊能力的专业人员来说 病史可能是帮得上忙的工具 或者反过来说 是最会帮到忙的工具 若病患的叙述确实符合病理状况 那就是帮了大忙 然而有时候 病患的说法反而会误导或模糊焦点 将治疗人员引导到不同的方向 病史的记录要从生产过程开始 过程中是否曾受伤 再帮助病患尽可能地详细 例如所有发生过的损伤或疾病 这些问题可能是身体的 心理的 病毒性的 细菌性的等 关于肺部 有些疾病直到现今还是禁忌 例如肺结核 对建构一份完整的病史来说 小心谨慎的询问方式 是永远最重要的 二 身体检查 要特别注意血压的测量 因为两边手臂的收缩压 可能相差达30毫米拱柱 我们认为血压较高的那一边 较为正确 因为低的那一边 有可能有受限产生 血压较低的那一边 通常代表可能发生 单侧肺膜损伤 饶动脉脉搏 在许多方面来说 都非常重要 测量饶动脉脉搏的过程中 同时对胸锁关节处施压 可以测试 这个区域是否发生压迫现象 若脉搏降低或消失 代表胸锁关节下方的软组织 发生回缩或受到压迫 测试胸口入口的方法如下 将受缩者肩膀后身 呈外展90度 外旋90度的姿势 检查者同时检查 它饶动脉脉脉搏 若测试者的脉搏降低 即为阳性反应 代表胸口入口区 可能处于回缩状态 上述方法中 若紧病患将头转向对侧 并加上侧弯动作 则称为 施卡特·霍尔测试 若将头转向同侧 称为爱德森式测试 同侧边的任何病例现象 都可能造成上述血压与脉搏变化 请注意 不见的问题都发生在胸口入口区 我们曾发现病患在产后 发生右肾脱锤现象 导致无法量测到脉搏 我们曾以杜普勒超音波 来做脉搏实验 结果发现松弛肝脏之后 受色者右侧 饶动脉脉搏剧烈加快 某些短暂性的症状 会被静胸区的一般性动作所引发 例如将头转向对侧并侧弯 若过程中有疼痛产生 则代表可能发生神经根压迫 我们可以根据疼痛区域 来推估受影响的神经根 扣诊与听诊 也是重要的检查方法 请特别注意 内肺区的杂音 这通常代表着 肺痛气或换气有受限产生 扣诊与听诊 可以显示整个肺部的概况 与换气问题的资讯 我们不认为 每个案例都需要做影像检查 但是若病患可能患有 恶性肿瘤则例外 其他的检查则要使状况进行 例如肺灌注扫描检查 此法主要用来侦测肺部血流 灌注情形 判断是否有肺栓塞或相关疾病 3.原动率测试 以下测试主要检查 胸阔区域关节 是否产生受限 这些关节包括 胸椎、肋骨、胸骨或肩带 从机械性的角度来看 肋阔与脊椎 相对于肺功能非常重要 所有相关的关节都要测试 我们无法将所有测试 一一列举 然而有些地方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肺膜顶与隐窝 密切相关的关节 以下就是相关测试方法 测试第一时 病患踩坐姿再将其 颈胸交界处测弯 以图2-13为例 将头部与T6做最大程度的 来回摆动 这个左右测弯的交替动作 可以在颈胸交界处 制造出横向位移 左右摆动所形成的弧线 其交叉点就是第一 过程中将食指与中指 放在T1两侧的极突 根据追尖小面关节的 滑动原理 从T1则滑动情形可以得知 对侧小面关节是否受限 例如 若T1可以向外滑向左侧 但无法滑向右侧 就代表左侧小面关节受限 被动地将受色者的 颈胸交界处 向右侧同侧侧弯 同时将头转向左侧对侧 此时应该能够轻易地 将肋骨推往下内侧 要是感觉肋骨对抗手指的推力 则代表此处发生受限 胸内关节要在仰卧下测试 直接对受侧关节 是予一个轻巧压弹的力量 用于测试 关节的弹性性质 发生受限时 该处的组织会叫没有弹性 第七至十二节 肋椎关节要在坐姿 或仰卧下来做 方法是将胸阔旋转到对侧 手指先找到肋脚 正常情形下 当躯干转向对侧时 肋脚应该向前外侧移动 下面几节肋骨的 肋后软骨关节测试方法 是将胸阔往同侧旋转 手指先触诊到肋骨的前内侧 当胸阔转向同侧时 这部分肋骨应该往后外侧移动 T11、12的测试方法 与T1类似 为了将湿力重点 集中在T11、12 则要让T6与骨盆 做最大程度的来回摆动 测T10是头部与T6 若T11、12 小面关节滑动程度很好 则代表着 肋肩关节有正常的生理性能 没有受限 4、原动率测试 患者平躺 由于能动现象非常的隐微 因此 患者与检查人员 一定要非常的沉静与放松 我们建议你将消退期 膨胀期的感觉 与吐气吸气的律动 加以比较 肺的原动率 每分钟约7到8次 约为呼吸次数的一半 呼吸率与原动率并不相同 而且两者各自运作 没有同向或同步的情形 当你放轻松 用心倾听原动率时 只能轻易地将呼吸率动 给过滤掉 对右肺来说 首先要出诊的是上叶的律动 上叶会以 穿过肺肩支气管的垂直轴 为依据 做水平方向的旋转动作 中叶的律动与上叶相同 为了清楚感受中叶的动作 可以在出诊时 轻压上叶 抑制其律动 至于下叶 请特别注意 它的轴向是往下外侧倾斜的 左肺的测试与右肺相同 唯一不同的是 左肺没有中叶 左上叶的轴向 似乎有点贴合 右肺间断支气管 下叶的轴向 也是围绕着肺气管束而转动 此外 左肺下叶的律动 轴向倾斜角度 比右肺更大 更加垂直 纵阁的圆动包括 上纵阁与胸骨在膨胀期 会朝前下方的摆动 在消退期则向后上方摆动 五 受限 一 脏气关节受限 类膜的捏脸是相当平常的 1852年 克里伟一曾提到过 我们不妨这么说 那就是肺表面没有发生捏脸的 可说少之又少 欲望学者甚至认为 不论是纤维化或其他捏脸 都是一种自然现象 我们不相信现今的人类 会有完美品质的类膜 捏脸现象 最常在能动力最小的部位 被发现 用力吸气时 隐膜区会被挤压到最小 由于有肺力的存在 肺液会彼此滑动 尤其是用力吸气时 有静态性质工作 且缺乏规律运动者 这些部位特别容易 发生捏脸 内膜会彼此滑动 但这个滑动在 内膜顶区域的动作较少 内膜顶区的捏脸 影响与旋刃带的受限有关 这部分我们稍后再讨论 一般来说 就圆律动来说 粘连处会变成 新的圆动轴向 内横格隐窝的最外侧 是隐窝最深之处 内膜滑动现象 在此几乎不可能发生 此处的粘连会让 圆动率以此为新的轴点 当这边发生问题时 下夜旋转运动的轴向 就变成前后走向 对右肺来说 由于有横列 所以我们可以用 左手抑制中叶与下夜的动作 再用右手出诊上叶 操作者的手势 可以根据病患的姿势 与操作者的惯用手来调整 例如 抑制上叶用于检查中叶 当受限发生在横列时 轴向会变成前后走向 通过粘连处 于是上叶的圆动 会发生在冠状面上 做旋转动作 斜列的做法与横列相同 对右肺来说 要先抑制上叶与下叶的活动 在右肺则要抑制上叶活动 当受限发生在横列时 下叶会以受限柱为新轴点 前后向轴向 在冠状面上 做旋转动作 二 内脏韧带受限 胸腔脏肌韧带系统包括 裂膜肩韧带 与用来固定心脏的各种韧带 韧带系统的外侧 与下方还有肺门与肺韧带 加以强化 这个系统让纵格结构 与胸腔其他部位产生互动 肺的内侧面中央的椭圆形凹陷处 此门是主支气管 肺动脉 肺静脉 支气管动脉 静脉 淋巴管和神经进出的地方 纵格的作用就像一组 正中始状横格或肋膜肩韧带 将两个胸腔一分为二 呼吸过程中 纵格会对整个韧带系统产生牵引作用 吸气时 纵格会对两个胸腔产生牵引作用 从生理功能来说 对右侧的牵引作用 应等于对左侧的作用 而且两侧的作用力应相互抵消 就是这个结果让纵格固定在冠状面 三 纵格受镜 当肺时致失去原有弹性时 呼吸机的牵引作用 就无法借由肺的扩张动作来缓冲 而是直接作用到纵格比 换侧的牵引力道较大 因此整个纵格会偏向换侧 纵格前上方的阻力 最容易受到这种方式的影响 纵格偏移的感觉并不明显 就在仔细处诊时才可以区别 或者就在非常严重时才会发现 例如萎缩的肺液 被另一边的肺部强拉过中性 旋调横壳中心点的韧带系统 在每次吸气时都会被往下拉 而不是将中心点固定 于是中心点这些强韧的纤维就可以发生纤维化 慢性疾病或受到横格肌高张时所产生的 急性压力之影响 这类问题是唯一会引发胸腔区域疼痛症状 或局部不适的胸腔内脏受陷 当纵阁受到急性压力时 病患会有反复性的痙攣 这种感觉有如喉咙被拉扯 心脏纠结感、窒息感等 四、旋刃带受陷 旋刃带有许多强韧的纤维 与部分来自洗脚肌的纤维所构成 这些纤维形成一个网状结构 不仅将两边胸阔顶端加以封套 并以切线角度直接溅入内膜顶的胸腔内筋膜 上胸阔区域不仅与肩胛骨带 和近胸椎交界处相连 并具有很大的活动度 有许多原因会让这个区域变得僵化 尤其是局部性机械性因素 这些包括T1、R1或锁骨的受陷 都会造成上横阁、内膜顶区的纤维化 这类受陷会改变上叶的原动率 处诊室会发现 上叶会以肺肩为肘点 在冠状面上做旋转动作 出现这种律动时 就代表肺顶端的肋膜发生捏脸 肋膜顶区的受陷 也可能来自肺部上端失去弹性所致 肺实质硬化会引发回缩现象 将纵壳上端拉向幻侧 当全部或部分机关功能丧失时 机关的自愈反应就会被启动 用于取代原有功能 例如当上叶失去弹性时 被空出来的地方 就会被其他肺液所填满 内膜粘连或韧带受陷的问题 十分复杂 面对这个问题很难去判别 哪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然而经验告诉我们 要将重点摆在韧带系统 因为处理韧带的受陷 会为每个层面的问题带来改善 身为一个整骨医师 你应该非常清楚 我们绝不可能为特定形态的问题 提供一个万用标准处方 所有的治疗都应该根据 病患与诊断来做调整 因此我们将要介绍的是 不是所谓的特定技术 而是一些可以被融入不同技术的手法 原发自肺律动 内膜律动或纵格律动的功能障碍 都能够藉由直接技术 强化法或综合技术来改善 5. 直接技术 直接技术用来改善原动问题 病患一般是在坐姿下进行 就肺部问题来说 直接技术通常被归类为广泛性拉筋 这是因为这些手法会动用到躯干或肢体 但是这些牵拉手法 还是可以透过精确的方法 将力道聚焦在小部位 旋刃带呈前下方走向 因此牵拉时要将头偏向或转向对侧 例如若换处在左内膜顶 操作就要将头转向右侧 对侧旋转 用于牵拉洗脚机 我们还可以用其他方法强化牵拉力道 以图2-20为例 将患者头转向右侧 对侧側弯 以及将左侧同侧上胸阔往下内侧推 牵拉的动作要轻 且带有节奏 要重复做到松弛感出现为止 只有头颈部不同程度的后仰 前弯旋转与侧弯 我们可以将牵拉力道 集中在B类膜上的特定部位 以图2-21为例 受限处是在左乳头区的B类膜 请病患的左手放在头后 将左侧的头颈交接处往上推 并将之旋转到左侧 松弛间接到后方的肋膜 或右侧 松弛间接到前方的肋膜 同样 还可以将右肋阔的外圆推往左侧 用于侧弯左胸阔 6-强化法 强化法的重点在于 促进或强化整个或部分律动 叫显著的部分 我们称这种方法为 融入损伤的方向 或融入损伤 就方法本身而言 这不是施加一种 治疗性的动作给身体 而是随着病患身体的反应而行 我们不会攻击器官 我们提供刺激的目的 是要将器官本身的 内源性疗愈力凸显出来 最简化的强化法 就是随着组织原动现象而移动 当器官的原动率下降 或轴向改变时 你只需要被动地随之起伏 即可 也就是被动地触疹即可 再逐渐地引导或缩使器官 朝着移动方向而去 若律动节奏发生改变 就继续跟随着新节奏而起伏 历经几个消退期 膨胀期的循环后 可以在移动方向的 律动末尾感受到静止点的出现 要是在半分钟内 整个律动振幅与轴向没有回复到 正常生理状态下的样子 就在下个静止点出现前 再轻轻地将整个律动 往异动方向推进 之后再静静地跟随律动起伏 要是发现原动率尚未完全正常 就重复上述的强化法 一般来说操作流程如下 触诊强化法 静止点强化法触诊 有时候原动后改善了 但静止点没有出现 发生这种情形时 仍然持续之前的流程 直到原动率正常为止 静止点是否出现 不是成功治疗的条件 反向牵引强化法 与上述的简单强化法不同 此法在操作时 要抑制与患处相邻的部位 方法是对患处周边的组织施压 比处诊或强化法的力道稍大即可 暂时性地抑制这些区域的律动 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帮助操作者 能够专注于治疗患处 对胸阔区来说 这种技术最适合用来处理 肺裂或综合区的受限 例如若受限是右横裂 就以单手抑制中叶与下叶的活动 另一手触诊上叶 引导律动至静止点 出现再感觉是否松弛 然后再继续引导律动 直到正常的律动出现为止 若受限出现在斜裂 则抑制上叶与中叶的活动 手法如下 触诊异常的圆动率 朝着肺间断支气管 这一个往上的牵引力量 静止点应该会在几个消退期 膨胀期循环后出现 通常出现在膨胀期结束时 感受松弛现象是否出现 并将律动朝正常的方向引导 历经数个消退期 膨胀期的循环后 再助诊一下脉动 这时候上叶应该绕着垂直轴而旋转 正常状态 若仍未回到正常状态 就重复上述步骤 上述手法 对于肺裂处的治疗非常重要 反向牵引的方式 可以将肺裂两边稍微隔开 并将病理性的中摆运动 中心点就是受限点凸显出来 方便强化法的进行 7.综合技术 就治疗胸阔区的问题来说 长力弊是用来排除局部压力 短力弊是用来操作强化法 这些手法主要用来处理悬刃带 与纵隔区的受限 这两处的受限有功能上的相关性 长力弊用来排除局部张力 在这两个例子中 要将脊椎往前弯至T5的高度 用以加强力导与疗效 短力弊用来引导律动 大部分情形是在膨胀期损伤会被加剧 配合原动力的情形下 在膨胀期可以配合长力弊的使用 将脊椎带成弯曲姿势 然后在消退期回到正常姿势 若损伤部位在消退期加剧 通常就会在消退期配合长力弊的使用 将脊椎带成前弯姿势 并与膨胀期再将其回复正常姿势 静止点通常出现在膨胀期 也就是将病患脊椎前弯的时候 静止点出现时 立即固定当时的姿势不动 直到松弛感出现为止 然后以数个循环的时间 将正常的律动引导出来 之后再触准律动是否正常 若还不满意 就重复上述步骤 当悬掉横格中心点的筋膜 心胞膜韧带 或肺韧带发生纤维化或筋鸾时 横格中心点就再也无法做出 正常的呼吸律动 横格的垂直张力 会被吸气动作 横格下降所加剧 横格会永远处于高张状态 并促使纵格横格结构的生成 正常情形下 这类节节应该要被打散 在完成上述两种综合手法后 可以使用以下手法 继续松弛横格中心点 也是一样使用到长力弊 与短力弊 但是不能用强化法 治疗人员因为于病患身后 用意调整脊椎弯曲的程度 通常脊椎会完全地弯曲 避免纵格与腹部紧绷 双手的齿侧 从肋软骨的地方 滑进胸阔下缘 并顶压着横格 双手维持这种轻巧 沉稳的力道 在以带有节奏的方式 松弛胸阔区 胸阔区松弛后 再将双手往外侧移动 覆盖所有的横格肌腱 接到肋骨的地方 有时候你可以将患者 固定在张力作为平衡的姿势中 这时可以让患者做吸气动作 光是这个吸气动作 横格就会自我矫正 上述手法也可以在仰卧下进行 将病患的宽 膝 关节弯曲 进步加电枕头 治疗人员一手贴着横格 另一手用来调整 宽关节至松弛效果 最好的角度 六 治疗效应 所有的胸腔内脏手法 所追求或于达成的目标 只有一个 那就是 让身体处于和谐状态 对股病学来说 和谐两个字极为关键 上述的手法 不外乎就是要恢复容器 与内容物之间最和谐的状态 这些手法的终极目标 就是要恢复器官原有的生命力 能动力 与活动力 这些手法 无法将受损部位 恢复成未受损前的状态 受损的废食质 仍会产生回缩 与牵引作用 这些家的内膜粘连 也会一样地持续产生异常的张力 然而 让受损的器官 恢复其正常的原动力 就是能够促进器官功能 消除聚发性问题 并带长局部缺陷 所造成的问题 除了特殊情况外 所有的肺部 与内膜的问题都可以 也应该 用这些手法加以治疗 我们曾以强化法治疗小朋友的 纵格问题 有时备合反向牵引 有时则无 结果很快就会产生疗效 会采取这样的手法 是因为我们发现 病患上下呼吸到 同时发生感染问题时 会严重降低纵格的原动力 当然 也有可能 这样的手法 同时刺激了小孩的胸性 7.综合考量 1.相关骨性受限 纵格测移会引起 功能性问题的连锁效应 不论只是测移 或是垂直方向的回缩 都会影响横格运动 此时 横格中心点会被往上拉 肝脏与胃脏 也会跟着横格而移动 而肺部则会受到挤压 上下长度被压短 此时 由于横格与纵格处于高张状态 造成呼吸 运动中 横格上下位移的距离会缩短 当纵移时 食道也会受到影响 纵格侧移或回缩 也会影响腹部 在第一章中 我们竟说明 为何腹部内脏与横格相连 会永远因为胸腔的相对低压 而往上拉 作用于纵格的力量 发生变化时 也会改变作用于横格的力量 而这些改变 就会借着横格影响到 与其相连的肝脏 与胃脏 当胸阔区的能动率 与原动率发生异常时 第一个病征 通常是骨形关节受限 影响的关节可能包括 肋骨 脊椎 肋软骨等 我们已经看过许多 原本只是毫不起眼的脚受限 如何在重复运作数百万次后 造成胸阔骨骼区域的变形 悬刃带受限会造成 静胸交界处的不稳定 此区 脊椎受限会引发许多问题 例如 静僻症候群 与肋肩神经痛 悬刃带受限也会影响 自律神经系统 这是因为悬刃带 与二一相连 而二一肋头 与静下 心状神经节非常靠近之故 当连接到受损 内脏的反射弧恶化时 也会导致 椎间关节 与内椎关节受限 从受限内脏所发出的 异常传入神经脉冲 也会在同一皮结或其他地方 制造异常的传出神经脉冲 通常这种反射作用 所产生的效应不足以解决 受限内脏的问题 于是 连接到这些椎结的软组织 就受到这些异常神经脉冲的 持续且无情的轰炸 最后 这些软组织的张力上升 并造成关节受限 这种反射性受限 通常发生在T1至T4 然而 要指出哪一节脊椎最重要 是不可能的 此外 这类受限通常从 内椎关节开始 旋刃带受限 也会让胸口入口紧缩 并压迫锁骨下动脉 这种现象会造成 同侧的饶动脉膜降低 甚至消失 骨性受限 与内脏受限之间的关联 可能属 纯反射性或机械性 不同的类别的问题 得用不同的方式解决 若其一属 机械性的 就要从治疗骨性受限着手 骨性问题排除后 再以强化法 与牵拉法 解决内脏问题 这样的做法 会产生很好的疗效 一般来说 我们不会直接处理 反射性的关节受限 因为它们通常会在 内脏问题排除后 自动消失 有些慢性 病例其反射性脊椎的受限 甚至严重到 让变成另一个 原发性问题的病原 我们称之为 原发性机械性受限 发生这种状况时 当务之急 就是先排除关节受限 否则接踵而来的 可能是 连续不断的内脏受限 总之 我们要强调 以下两个重点 费时质 与内膜的病例现象 会导致 颈椎与胸椎的 骨性受限 但这样的受限 未必代表 胸腔内脏受限 千万不要落入 简单化 机械化的 自考陷阱 认为医学问题 了不起就是一个 两个原因造成的 人体是无比复杂的 有机体 证明医疗人员 一定要尽可能 看清问题的真相 千万不要以为 自己有限的知识 将病人架上 普罗克拉斯蒂的铁床 二 建议 每个人多少有点 内膜捏脸 就像每个人 多少有点 脊椎关节的受限 这些结痂性捏脸 都来自于 之前的病例现象 这些过往的疾病 可能是 已知或未知 也可能是严重或轻微 这些问题 可能永久的潜伏 也可能会造成伤害 甚至会如何演变 解决于个体的生命力 强与弱 由于肺本身 不会疼痛 因此病患 会请教治疗者 那些使其不适的 续发性问题 而非原发性的病因 因此 在下诊断之前 一定要 以系统性的方式 足以检查 胸腔内部脏器的问题 我们强烈建议你 多接触一些 小朋友的疾病 当内脏损伤时 第一个病症 就是原动力受到干扰 小孩的第一个疾病 通常都是受到风寒 而导致呼吸器官受损 治疗这些小病患 可以帮助他们摆脱 胸膜肺疾病的后遗症 若不如此 这些后遗症 可能会在他们长大后 带来无穷的后患 这些小病患病的后遗症 小病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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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